卓仙子 以后师父 就拜托你照顾了 师父终于愿意见我了 我近日为了些琐事烦忧 未能照顾到你 是为师不好 不过 都已经过去了 崇儿 我做了一个决定 师父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愿意 你愿意什么 我愿意搬出去 你要搬去哪里 都教尊者不都安排好了吗 你和卓仙子的好事将近 却因为我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如果紫竹峰上多一个人的话 那应该是我 我搬出去就是了 崇儿 你再说些什么 就因为紫竹峰上多了一个人 所以你就要搬走 师父找我来 不也是要说这个吗 我们仕途一场 师父在忧心上吗 师父在忧心上吗 我这个做徒弟的 应该早早想到才是 是我无能 没有办法替师父分忧 我一直想办法护着你 你怎么却和他们沆瀣一气 是啊 师父是护着我 可是我不想一直做 躲在师父身后的胆小鬼 我想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仙人 这样才配成为师父的徒弟 所以我已经决定好去玉尘峰了 那里很安静 是著名的修仙圣地 很多南华弟子都在那里休息的 我也很想去 谁和你说这些的 秦柯 还是沐浴 师父你在担心我吗 没有人和我说 是我自己想去的 对了 师父你不用担心我 秦师兄还有牧师叔 都会照顾好我的 所以 你已经打定主意了 只是来通知我 你 师父 别过来 你走 你说好要陪在我身边的 竟然听了别人的闲言碎语就要走 根本不相信 我好不容易才让你回来 难道就是为了让你这样伤害我 难道就是为了让你这样伤害我 人们被欲望所害 先门弟子亦然 有欲本无大错 但思欲 欲招之恶命 是以修行之人所不为 师父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对你说 可你不单是我一个人的师父 你还有天下苍生 这个道理着仙子懂 我也懂 以前是我不懂事 总是仗着你是我师父 为所欲为 从来没有考虑过师父的难处 不过我是纯华尊者的徒弟 不过我是纯华尊者的徒弟 我应该学着长大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也不会拉你了 我认为你 对于是 这起来不是什么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的 和你女子 我认为我们 我 卓仙子 以后师父 就拜托你照顾了 你又如何 心生疼念 传绕着彼此都亏欠 你又如何心生疼念 传绕着彼此都亏欠 你又如何心生疼念 你又如何心生疼念 有你泪落在相拥的前 你这么做是对的 长痛不如短痛 没想到 我怕你 没能吹梦复残缘前 我 我跌落下 一盏多光中流连 染了一身 情余念 奈暗一河 明月仍高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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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